現在距離2024總統大選只剩倒數一百多天了 而美國在台協會AIT處長孫小雅 最近上節目被主持人問到 對於賴清的侯友宜柯文哲三位參選人的印象如何 孫小雅表示這三個人都是專業的政治家 有能力進行治理 而且都處理過大城市的市政問題 在擔任民選官員期間的工作能力 也已經證明了自己得以升任 那麼到底誰會當選總統呢 如果從這三個人來看 孫小雅指出賴清德侯友宜柯文哲 他們還不是總統參選人時 就曾經以副總統及市長身份跟AIT合作過 後來成為參選人之後 他也在非正式和正式的場合與他們互動過 因此他相信AIT是可以跟任何一個人合作的 至於主持人還提到 台灣有超過八成的民眾都很喜歡美國 那麼美台有沒有可能建交呢 孫小雅重申美國長期以來遵循一個中國政策 這是基於美國的國內法律 台灣關係法 以及美中三個聯合公報還有六項保證 美國認為維持現狀是維持和平穩定與繁榮的一種方式 不僅對台灣對整個亞太地區都是 因為台灣的經濟對世界是十分重要的 台灣的穩定還有經濟成長 也意味著全世界的穩定與經濟成長 中文字幕詞 中文字幕提供 感谢观看